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头发向后撩了一下 带着一股挑衅的神气 周倩这次看清楚了 女孩长着一张很漂亮的脸 周倩感觉事态不对 她深吸口气 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走上前 缓缓地说 是啊 我就是赵旭的老婆周倩 你是谁 女孩哈哈大笑 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你的情敌 周倩一正 还没有反应过来 女孩转身就往弱势跑 周倩跟着冲过去 就见女孩爬上飘窗 站起来打开窗户 半个身体挂在窗外 她转头 对着尾随而至的周倩喊 赵旭爱的是我 我爱她 你跟她离婚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跳下去 酒鬼 神经病 周倩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总得先告诉我你是谁 你和赵旭到底怎么回事 女孩带着骄傲的神情说 我是刘山 我爱赵旭 刘山 听到这个名字 周倩瞬间愣住了 周倩知道刘山 尽管他们以前没有见过面 从去年秋天开始 周倩的老公赵旭 没少在周倩的面前提起她 在赵旭嘴里 刘山是新来的项目助理 年轻聪明 情商高 业务能力强 赵旭今年40岁 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 平时 周倩从不掺和过问她的工作 更不会查岗 查手机什么的 即使赵旭在周倩面前夸一个年轻姑娘 她也只是淡淡的一笑 随后附和几句 不深究 不吃醋 这是周倩作为一个妻子的素养 可是那个让赵旭赞不绝口的刘山 怎么可能是面前这个疯疯癫癫的女孩 刘山看周倩 沉默不语 就继续生死历劫的威胁 你同不同意 不同意我就跳下去 周倩邪腻着她 略带挑衅的说 你说你爱赵旭 赵旭也爱你有证据吗 空口白牙 我凭什么相信你 刘山哈哈地笑着 笑得满脸都是眼泪 你不信是吧 我让你看看 我让你看看我们俩的聊天记录 说着她一只手晃晃悠悠地抓着窗袖 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手机 递给周倩 周倩接过来 点开微信 她的血一下子涌上脑袋 刘山对赵旭的备注居然是我的男神 周倩迅速地浏览着聊天记录 一样一样地往上翻着 果然 刘山和赵旭从暧昧到明朗 已经很久了 刚开始是刘山主动勾打 赵旭喜出望迈 后来刘山彻底陷进去 动了真情 而赵旭慢慢有一些敷衍 再后来 刘山步步紧逼 赵旭百般逃避 这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一个原来那么聪明上进的姑娘 会变成现在这副鬼模样 女人的敌人 永远是男人和无法自拔的爱情 尤其是自以为是的爱情 周倩不动声色地放下刘山的手机 迅速盘算着对策 然后她拿出自己的手机 发了条短信 刘山居高临下地说 看到了吧 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 你赶紧离婚 我要嫁给赵旭 我一定要嫁给赵旭 周倩笑笑 我是不会离婚的 有本事你跳下去啊 刘山大叫 别以为我不敢跳 为了赵旭我不怕 说完一条腿跨到窗外 整个人摇摇欲坠 周倩看都不看她 直接走出房间 打开家门 她站在门口 大声喊起来 快来人呐 救命啊 有人跳楼啦 那天正好是周末 又是早上 邻居大部分都刚起床 周倩这一喊吧 楼上楼下的和对门的 立刻乱了起来 不一会儿 周倩家就挤满了人 等邻居涌进来的时候 周倩正紧紧地抓着 刘山的一只脚 声泪俱下的哀求 求求你了 下来好吗 不要跳 你还这么年轻 为了赵旭 不值得 刘山一边挣扎 一边吼着 让我跳下去去 你不和赵旭离婚 我就要跳下去 邻居马上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 一时各种指责唾气 响起一片 现在的第三者 也太猖狂了 居然敢跑到家里 以死相逼 要不要脸呢 这种人 要什么脸呢 几个中年男人 在这个时候 急匆匆地走进来 为首的正是赵旭公司的 常务副总 身后跟着的是赵旭的 顶头上司 和几个公司员工 一看这场面 连位高权重的领导 都挣住了 周倩相见了亲人一样 委屈巴巴地说 陈总 刘山一大早 冲到我家要跳楼 要不是我拼命地拉着她 估计都跳下去了 我怕这事 没办法才给您发了信息 陈总和蔼地冲着周倩 点点头说 你处理得很好 没有酿成大祸 然后她冲着 这个窗台上的刘山 大声训斥 刘山 闹什么呢 赶紧给我吓 刘山看到公司领导 又被这么一大声呵斥 酒醒了大半 没刚才那么嚣张了 围观的人 趁机冲上去 把她拉了下来 陈总命令几个员工 把刘山送回家 然后安慰了一番周倩 才离开了 一场闹剧 就这样结束了 晚上赵旭出差回来 刚到家 周倩就跟她讲了 早像生心动魄的那一幕 周倩就是论事地淡淡地说 今天一大早 刘山喝多了 跑到我们家要跳楼 我拉不住她 她出事 就让你们领导过来 把她带走了 三言两语 但赵旭知道这其中的身影 她呆呆地站着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 彻底懵了 公司这段时间呢 正在进行人事调整 她是板上钉钉的项目经理 国企不比私企 对人品作风 简直是一票否决 最关键的时候 来这么一出 而且领导 亲临现场 捂得捂不住 果然 周一上班 陈总就把她叫到办公室 指着她的鼻子 狠狠地骂了一顿 赵旭是她一手提上来的 犯这种低级错误 让她颜面无光 陈总咬牙切齿地说 这次想都不要想了 以后你这臭毛病 要是不改 这辈子就到此为止了 赵旭唯唯唯诺诺地点着头 晒晒地退了出去 一整天 赵旭的情绪都很低落 回家后 一头倒在床上 周倩很是善解人意 什么都没问 她很温柔地说 是不是累了 赵旭一探口气 告诉周倩 她因为刘山而痛失机遇 她甚至不无埋怨地说 老婆 当时你要关起门来解决 别声张 更别让我们的领导知道 就好了 我和刘山都是她主动 周倩坐下来 维维解释道 老公 我如果不把领导叫来 万一刘山真的跳下去 你就不是不能升职 这么简单了 赵旭 维维一领 同意了周倩的说法 周倩点到为止 及时转移了话题 休息会儿吧 晚饭很快就好 她走出卧室 关上门 冷冷地笑了一声 周倩当然知道 昨天晚上 如果她闭门把事情解决了 就不会影响这次赵旭的升迁 家丑不可外扬 这个道理周倩怎么会不懂 可是当时她内心挣扎了片刻 还是做出了那个决定 让更多的人知道 赵旭和刘山的苟且 见证刘山作为一个第三者的疯狂 这么多年 赵旭从没有出过轨 而现在也许是结婚十几年 她有一些疲倦了 也许是刘山这样的女孩 正好入了她的眼 不管是什么原因 周倩都会选择原谅 也只能原谅 她身体不好 生完孩子后就没在工作 只能靠赵旭养着 除此之外 她也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让赵旭 为自己第一次出轨 付出沉重的代价 以后待的这个污点 她就能长点畸形 家庭的稳定和老公的仕途 周倩选择前者 而且那么多人看着 也知道责任主要在刘山 上赶着勾引 逼宫到家 所以赵旭不会受到太多的谴责 风头一过 她依然有机会 周倩听说 刘山今天已经被开除 永不录用 这是她插足别人家庭 勾引已婚男人 应该付出的代价 婚外情没有赢家 而女人总是更财一点罢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要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再见 float 嚣张 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